人際關係訓練 卻越人際關係訓練 其實目的就是訓練我們在人際關係當中 我們能夠有一個不抗不悲的態度去應付人際關係 所謂不抗不悲的態度就是我們能夠保護著我們的權益 同時我們不會侵犯別人的權益 和可以侵犯別人的權益 做完之後我們是感覺良好的 要訓練到這個不抗不悲的態度 我們的訓練是有五個基石 第一個基石就是要探討我們的自信心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很強的自信心 我們才可以應付我們的人際關係 第二個基石就是去了解什麼是語言的溝通 很多時候我們只是聽到一個語言的溝通 在今次的訓練裏面 我們是幫大家探討一下 在這些溝通背後的邏輯是什麼 那個語言結構是什麼 還有那個語言的溝通背後的目的是什麼 從而我們去探討怎樣應付一些比較困難的語言溝通 第三個基石就是語言的技巧 我們除了明白溝通之外 這個科證也都教大家一些語言的技巧 去怎樣去應付別人的語言的攻擊 或者一些guild tripping 一些別人給你的語言的陷阱 我們去探討一些實際的技巧 同時也都去探討一下 當我們需要的時候 我們是怎樣去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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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基石就是 我們要了解自己 我究竟自己是一個什麼的人 在別人的眼中 我們是怎樣的人 從而我們去想個方法 我們去怎樣繼續去改進 第五個基石就是 我們去幫大家去跳出現在的舒適圈 我們不可以永遠停留在一點那裡 我們幫大家跳出那個舒適圈 再去擴闊我們的生活環境 從而我們能夠有一個更加寬的生活環境 那這個是一個訓練的內容 其實這次這個卓越人際關係訓練 我們不跟其他的訓練的其中一樣東西 就是我們不著重於就這樣口頭的講課 其實在課堂與課堂中間 我們是需要大家做一些雜訓 做完這些雜訓之後我們回來討論 我們是要透過實踐來探討 我們去繼續的學習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這個卓越人際關係訓練的話 可以聯絡儀行中心 所以這樣的很多常常可以捅 Hang hang